对很多美国人来说 长期以来的以巴冲突场面 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所致的全部 巴勒斯坦人民博物馆里 布满了艺术品和历史文化物品 创办人说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博物馆很重要 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是人 我们展示巴勒斯坦人是企业家 我们展示他们是艺术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创办这个博物馆 巴勒斯坦人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们的故事 游客进入这个博物馆时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蓝色的水壶 这个水壶由西波伦的玻璃做成 西波伦是西岸城市 以垂直玻璃传统文明 博物馆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和绘画等艺术品 讲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 很受游客喜爱 我读过很多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书 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文化 了解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质是什么 对我来说 钥匙的象征性是一个新知识 这些是家的钥匙 而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离开家 博物馆创办人清楚地意识到 有人会以巴以冲突的政治眼光来看这个博物馆 可是创办人和员工们坚持 博物馆没有政治目的 博物馆的义务员工哈纳迪说 他希望帮助人们了解巴勒斯坦领土和那个地区的历史 布莎拉希望博物馆吸引各行各业的游客 激发大家就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展开对话 美国之音亚杜华盛顿报道